地狱恶魔跑到人间 爱上吃炸鸡 甚至还娶了凡人女子 今天胡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小尼基》 传说地狱之王撒旦有三个儿子 老大金毛和老二光头 野心勃勃想继承王位 只有小儿子尼基天性善良 他看起来傻里傻气 对继承一点兴趣也没有 这天父亲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 本来说好传位给老大或者老二 没想到他突然临时变卦 宣布自己还将继续管理地狱一万年 老大老二听完不乐意了 既然不能当地狱之王 那他们就要去祸害人间 让人类服从于他们的统治 他们通过地狱之门去了人间 地狱之门也被他们冻结了 亡魂进不了地狱 人间将一片混乱 撒旦没办法通过地狱之门吸收养分 他的身体会一点点消失 于是小尼基临危受命前往人间 去把两个哥哥带回来 父亲给了他一个瓶子 只要让老大老二喝了瓶子里的酒 他们就会被立刻吸进瓶子里 正当尼基犹豫的时候 他被一把推进了地狱之门 初次来到人间 他竟然从地铁轨道上钻了出来 迎面而来的列车 直接就要了他的小命 他又回到了地狱 父亲觉得很无奈 于是又把他送回了人间 这次父亲给他叫了个帮手 一只来自地狱的狗小巴 别看小巴体型小 在人间混得可是游刃有余 从火车站出来小巴就请尼基吃了炸鸡 第一次吃炸鸡的他体会了人间美味 他激动地跑到大街上 却又被大巴车撞死了 他从地狱再次来到人间 小巴带他去了夜店喝酒 然后给他找了住的地方 另一边逃到人间的大哥假扮成教皇 二哥假扮成台下的观众 两人一唱一和 试图控制人类的思想 而尼基这是在大街上 他拿着瓶子试探来往的每一个路人 甚至来到动物园试探北极熊 不小心被北极熊给吃掉了 于是再次回到了地狱 回到人间的他又把瓶子弄丢了 这时小美出现并帮他找回了瓶子 两人还成为了好朋友 这一幕却被哥哥看见了 哥哥想捉弄他 于是操纵他的嘴 对小美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小美生气地离开 回到家 他在电视上竟然看见了二哥 二哥假扮成篮球裁判 扰乱赛场秩序 于是他赶紧来到比赛现场 他发挥自己强大的能力 表演了一个厉害的扣篮 并且骗二哥说 自己是因为喝了父亲给的酒 二哥信以为真 拿起瓶子就喝 结果被吸进瓶子里 从篮球场出来 他马上去找小美道歉 没想到小美却拿着辣椒水 对着他一顿狂喷 他掉下了阳台 随后又浮在空中 继续和小美道歉 终于小美选择相信他 他带着小美在城市上空飞翔 两个人享受着浪漫的时刻 同时 篮球赛的事被大哥知道了 他假扮成警察想去抓尼基 尼基被下了通缉令 走到哪里都被一大群人追赶 他不得不变成蜘蛛 这才逃回了家 他回到地狱想跟父亲求助 但父亲这时候连耳朵都没有了 他只能靠自己 于是他去找小美帮忙 附身在另一个人身上 然后把大哥引进火车站 正当他们快成功时 大哥却发现了尼基的计谋 他利用小美来威胁尼基 这时小巴冲出来救了小美 正当大哥拉着小美跳下铁轨 准备和他同归于尽时 尼基在最后关头把小美抛出铁轨 他和大哥都被火车撞死了 但这次 他因为救了人的原因 没有回到地狱 而是来到了天堂 一个漂亮的女孩迎接了他 并告诉他自己才是他的母亲 尼基这才知道 自己原来是天使和恶魔的儿子 而另一边 老父亲这时候已经快完全消失了 于是二哥直接发动起义 自己登上了地狱之王的宝座 把地狱和人间都搅得一团乱 尼基在天堂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决定要拯救父亲 让地狱恢复原本的秩序 离开天堂时 母亲给了他一个水晶球 让他在关键时候打开 并告诉他 他同时拥有天使和恶魔两种力量 一定可以打败哥哥 充满斗志的尼基回到地狱 他用自己天使的力量 赶化了大哥的手下 然后找大哥决一死战 但大哥却抓着他 试图把他吸进瓶子里 尼基死死拉着大哥 最终两人一起进了瓶子 最后 大哥率先从瓶子里出来 想要杀死所有人 尼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逃出瓶子 他打开了天使母亲给他的水晶球 水晶球里出来了一个女人 女人直接把大哥给吃了 然后塞回瓶子里 父亲终于得救了 地狱重新恢复了秩序 尼基也回到了人间 和小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两人还生了一个有超能力的宝宝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故事虽然荒诞 但是趣味十足 尼基有着恶魔的身份和面孔 却又有着天使般的心灵 因此他获得了幸福 果然在这个世界上 善良终究会战胜邪恶